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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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深秋的北京 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全面吹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 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020年 在脱贫攻坚收官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困难叠加的关键时刻 党中央召开了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在进行脱贫攻坚战的全过程中 我们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不仅体现在我们高建林的领航掌舵 更体现在在脱贫攻坚的全过程中 扎实有力地推动 为我们中国社会的摆脱贫困 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万山磅礴 必有主风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 亲自出征 亲自独战 他走遍了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脚下沾满泥土 心中满怀真情 从路前进 他主持召开了七场专题座谈会 每次议题都剑指当时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步步步划出脱贫攻坚的路线图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引着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始终总览全局 协调各方 发挥把方向 谋大局 定政策 促改革的领导作用 不断推进脱贫攻坚的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实践创新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出党的战略谋划能力 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充分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全党 全国 全社会高度动员 尽锐出战 协同推进 砥砺前行 以更大决心 更强力度 向最后的贫困 发起总攻 2018年初春 距离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 只有三年时间了 全国还有三千多万贫困人口 这意味着接下来一年要脱贫一千多万人 下一步 这场硬仗该怎么打 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一场 具有中国特色的座谈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与来自贫困地区的省 市 县 乡 村五级书记共做一堂 谈经验 讲问题 找思路 你那个大股结病现在人多不多 大股结病全是一共是1.4万人 这一块呢 我们在长途境内 进行一地搬迁来解决 五框给你们的项目都是什么项目 村卫生室 小型的一个民生项目 民生的 是叫水解决了吗 解决了 现在就通吃来睡了 通吃来睡了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 扶贫工作由副职分管 全部变成党政一把手负责 五级书记一起抓 上下同一折胜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 机体的骨骼和神经网络 决定着党的生命和党的力量 也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 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 2015年11月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上 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了 脱贫攻坚责任书 总书是这么讲的 你们既然签了军政状 军中无戏 完不胜任务 剃头来剑 总书记讲的话 我们一直牢记在心 那只有一个信念 坚决打赢 绝不失败 2016年到2020年 中西部22个省级党委和政府 接受每年一次的扶贫开发工作 成效考核 每年总书记召开政治局会议 听取汇报 审核结果 党中央来乐谈这个 这个省委书记 省长 总书记多次说吧 想鼓也要重锤 要较真 较板 较真碰硬 对于史上最严格的考核 带来的变化 当时国务院扶贫办用了四个字 翻天覆地 把导向立起来 这规矩延起来 在五级书记抓扶贫的 严密组织体系下 党的领导如身使臂 如臂食指 脱贫攻坚战 披荆斩棘 攻城拔寨 《阳光辅士》 《阳光辅》 出生没多年 多久母亲就逃离了大山 不久父亲病逝 只留下他和奶奶相依为命 贵州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在连片的石墨化地带 庄稼只能种在石头峰里 这里年年扶贫年年贫 截至2015年底 贵州省的88个县区中 仍有66个国家贫困线 每周一奶奶都要把阳光符送到学校 再独自翻山越岭回家 来回一趟要6个小时 山路走了一半 阳光符走不动了 不想再去上学 对他来说上学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事 他不知道自己和大山里贫困群众的命运即将彻底改变 异地扶贫搬迁是一项系统工程 政策性强 设计部门多 工作链调长 是五个一批脱贫路径中最复杂的工程 只有在党中央领导下 无级书记一起抓 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 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高效调度资源和人力 贵州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逐层签订责任书 层层抓落时各尽其责协同推进 贵州省委确定了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一整套政策 并决定在省级层面扛起资金筹措任务 让市县安心抓落实 2016年至2020年 贵州省累计筹措异地扶贫搬迁资金1128亿元 接近2016年全省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 清早六点多 边阳镇惠泽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河南荣 第四次来到阳光福家 我们今天你们办学的地方 回家给你们修房子 今天你们在阳光福家 有时间你们看人家请你去看一下 老屋再破也是家 在他们眼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充满了未知 越是贫困 对这种未知越感到茫然 异地扶贫搬迁 遵循自愿原则 贵州的五级书记和党员干部 怎样才能解开他们的心结 让他们主动挣脱贫困的枷锁 为自己和子孙后代 开启全新的美好生活呢 兴益市前西南州州府 2016年底 兴益市委书记许丰伦接到一个任务 要拿出400亩地建移民安置点 并且是安置其他县的移民 而整个前西南500亩以上的平整地块 只有106块 土地拿出来给他们呢 一开始啊 确实心里有点舍不得 说句老实话 本来我们也打算把这块地呢 都卖点钱 贵州坚持进行城镇化安置 并且安置区要建在配套成熟 就业机会多的地块 不少县区缺乏安置条件 只能跨区域搬迁 金贵的地皮要拿来安置外县移民 阻力显而易见 我们是188万里面 有23万是跨区域搬迁的 从一个县搬到一个县 那如果没有四周数据的亲自调动 你这个它是没办法统辰力量 前期南州要搬33.85万人 是贵州异地扶贫搬迁任务 最重的州市 2017年8月 贵州省委把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 刘文新调到了前期南州 担任州委书记 此时正值前期南州脱贫攻坚形势 最复杂任务最繁重的时期 2016年度已经搬迁的6.9万人 有待更好的就业安居 2017年度搬迁11万人的住房项目 有待建设提速 2018年度搬迁16万人的安置规划 有待落实 大量代班前群众的组织动员工作 有待推进 多项工作交叉叠加 很多干部都有些心里没底 脱贫攻坚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任务 绝不能含服 必须坚决扛起 这是刘文新来到前西南后 召开的第一场干部大会 所有的干部都知道 周委书记亲自抓 他一方面听起我的汇报 下面的工作推进怎么怎么怎么着 但是实际上又有周委独察局 周纪委等等这些部门 又在明察暗访 这个压力真的很大 一点东西作假的心都不敢去 还不要说做 全州党员干部统一思想认识 提高政治站位 拿出指争朝夕的尽头 撸起袖子 苦干 实干 加油干 面对稀缺的土地资源 在周委州政府的统筹协调下 兴议市就建了16个安置点 安置了10万人 其中8.8万人来自其他贫困县 这是前西南州电视台播放的节目 各县根据实际情况 与州里签订目标任务确认书 并公开承诺 接受群众监督 四年多来 前西南州一百多名干部 因扶贫工作不到位 而受到寄过撤职等处分 前西南州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李建勋在关键时刻 被调到望摩担任县委书记 李建勋调兵遣将 短短十多天就组建起了这支 60人党员干部攻坚突击连 他们是县人大财政局 总工会宣传部农业局的干部 而此时他们都是帮助群众 下定决心挪出穷窝的扶贫干部 给妈妈考虑我学校 我去读书 来上我讲你教育 不只是方便的问题 我讲你是教育质量的问题 你们今天就决定 就决定你妈妈的为了 路也好 水也好 电也好 什么东西都比我的好多 是条件我现在会好 是我的房子 在这边边 我的油线在这边边 小小小边边 医院在这边边 我会让我活动不回 我们干个店就像火器那么大 店大肯啊 外面世界积载的肯啊 你烧过菜所有油 水猪又有钱了吗 对 你就觉得七成一团 你找不到钱 生活不下来 生活不下来 老了还老了 小了还小 病气啊 因为你病气啊 主要老东西出去 还出去打工 给你们想办法整理 你们再来自个谈 你再去打工 三千块钱你怎么找 你们生活就逐渐 在这边过上好日子 对这个白痴 我下跌最近的饭气了 爸爸十八岁好 当他某一天知道 政府给了他爸爸 一个条件 让他们去过上好日子 可是他因为他爸爸的固执 而没有给他们创造这个机会 他不讲要恨你们 最起碰他会伤心 因为我们良好的学习氛围 娃娃能够多好书 从此你们家就撤起来 多好 ин着头皮 后着脸皮 磨破嘴皮 握着肚皮 塌破脚皮 总之呢 就是用我们干部的辛苦指数 去换老百姓的幸福仔细 芹龙县三宝乡有五千八百多村民 是全国唯一一个整乡搬迁的乡镇 三年多里党员干部们一家一家劝说 一遍一遍讲解政策 小阿姨在外面读书能不能转回来 还是一回事你们政府能不能 这个我是县委书记 我表达个台接近接收 我代表县里面讲话算数 他是乡镇的党委书记代表乡镇 他是村的知书 那是我们省里面来的第一书记 就是说话算数都代表党 来和大家做工作 请你们放心 讲解还是班了 终究的还是要回青龙嘛 这是他们最开心的一刻 风里来 雨里去 多少辛苦 汗水 沮丧 委屈 都在这一刻化为幸福 很有成就感觉 感觉一切都是直的 相当于我们不懂 政策啊 要工作得到群众认可 就打到你做梦的还像笑的那种感觉 像娶媳妇那种 大浪逃杀一大批被淘汰 也英雄辈出 也大批好干部涌现出来 忠诚于大 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 心里面时刻装着百姓的干部 就在这个搬迁当中 就在这种责任担当当中 就涌现出来了 搬家楼 可以 搬家 好 妹妹好 听人家吧 欢迎进去 欢迎回家 2018年6月 杨光福和奶奶搬到了 罗电县宾阳镇安置点 我妈就有好好读书 这个学习搞不好的成绩 搞不好 要相信自己啊 大人都帮助你啊 老师也帮助你啊 再见了 我们就上学了 从不想上学到爱上学校 杨光福这一带搬出大山的孩子 将通过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 开启美好的新生活 我回来了 阿美其朵 这一张张摆脱贫困后的笑脸 正是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 肩负同一使命 陆立同心奋级笃刑刻画的中国表情 感谢当地上学校 感谢当地安心 感谢当地安心 湖南省花园县属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的恶困地区 三分之二的村寨是贫困村 十八栋是其中之一 一个月至少有十五天要点蜡烛度过 贫困如漫漫黑夜 笼罩着群山中的苗栈 我是2013年3月份 从南外国县调到花园的当协委书记的 很幸运 2013年4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来了习总书记 我们四八冬村的这个走划 你不能给他搞得好的人家学不了 最后研究的时候这儿成功的经验是可以推广的 探索经验就意味着要改革要创新 身为县委书记 罗民的压力着实不小 四季分明 光照充足 雨量充沛 湘西的自然气候条件极为适宜 弥猴桃生长 可是老百姓说 弥猴桃再好 位于山顶的十八栋 也无地可重 集思广义下 扶贫工作队就想 从其他乡镇流转一千亩土地 种植弥猴桃 但是我们一直也很纠结 到底行不行 又怕担心犯错误了 所以我们一直阻急阻急地飞报 顶着压力 罗民不但拍板流转土地 并且打破传统做法 把原先要发到老百姓手里的扶贫款 作为股金 让十八栋村与专业企业合作 建设高标准的 弥猴桃产业园 当产业园面临资金缺口时 国民没有向上级伸手 而是几经周折 在当地一家银行支持下 创新性地用土地经营权做抵押 带出了一千万元 2017年 十八栋猕猴桃首次挂果 国品品质达到出口标准 九个 十个 这个也是十个 现在好新 三个累累了 现在也见为时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八栋村突贫出殓 二零二零年二月花园县突贫斋冒 在五级书记的链条上 县委书记处在城上旗下的特殊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县级党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新国的一线指挥部 也是全线脱贫攻坚的总指挥部 2015年 在干部序列中说来级别不高 但地位特殊 你是党放在这一个地方的总代表 越是一些责任重大的岗位 肯定遇到的压力越大 党看干部就是看着肩膀 能不能负重 你得过到 木的上面 到那边下的 整个村是几个座 面对这场硬仗 罗明既当指挥员 又做战斗员 全县142个贫困村 每年都要跑一遍 自己联系的五个贫困户 每月都要去一次 这一干就是七年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令后 明确要求贫困县县级党政一把手 不能吃流水席 要把责任担到底 当时正值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前夕 罗明已经52岁了 讲没有想法 这个是假话 特别是遇到的这个就是反改之前听到的这个消息 思想上的这个震动是相当大的 贫困县曾经有一个怪现象 就是都不愿摘帽 有的地方以贫困为名要资金要政策 拿到后却大搞政绩工程 有的地方追求短期政绩 专挑领导容易看到的地方扶贫 雷大户造盆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摘帽不掉离 正是抓住这一痛点 压实了现其一把手的脱贫攻坚主体责任 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攻坚战 正在划起冲锋的时候 哪个指挥员会在冲锋的途中突然就是撤下来的 从来没有 只要还有一口气 这个指挥员会带领他的战友 操作这个目的地 进行拼命地去冲锋 夺取这个战斗的声音 作为县位书记 我带领我这一班的人 在冲锋的过程中间 那就退下去的这个道理 县位书记必须带头顶上去 兴亡一处下 尽亡一处始 银城一不胜 举全县之力 坚决夺取脱贫空间的全面胜利 这责任你必须得担负起来 我们是共产党这一线的代言人 我们的形象怎么样 我们的工作怎么样 直接影响了 我们全前十万人 对我们执政党的一种看法 对执政党的一种感情 在党中央领导下 把脱贫热物抓在手上 扑下身子 顽强苦战 奋力拼搏 以赶叫日月唤新天的气概 不迫楼兰终不还的决心 坚决甩掉贫困县的帽子 真正做到围观一刃 造福一方 从北京向西南驱车三个半小时 就来到曾经的晋茶器边区政府所在地 河北省复平县 然而2012年这里的景象 却让刚刚到来的扶贫工作队队长 王恩东非常震惊 这残缘断地特别的多 给我的印象也只能从电影上看到了这种画面 到时候确实这是现实 2012年 富平县的20多万人口 仍然近一半生活在贫困县以下 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年人 全县60%的村干部都在50岁以上 我们村的就是年轻的少 我那个时候是个50多岁 在村里是一个小孩 黑林沟村村主任张成军卸任时已经65岁 党支部书记霍俊文更是82岁高龄 薄弱的基层组织 急需年富力强的领头宴来带领 2012年12月30日 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多月的习近平 怀着对老区人民深厚的感情来到富平 并走进顾家台村委会 与基层党员代表座谈 一个地方是否能够脱贫致富 是否能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 关键在党支部 发挥我们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座 欲助逝者先至其机 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大厦的地基 是党通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基本纽带 2013年富平县选配了一批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中青年干部 充实到乡镇党委书记岗位 龙泉关镇党委书记刘俊亮就是其中之一 走马上任刘俊亮发现 村民们遇到难事不找村干部 而是来找他这个政党委书记 原来为了给新灾的果树浇水 顾家台村修建蓝水坝 却被上游的骆驼湾村断了水 一气之下 顾家台村民就躺在路上拦住骆驼湾人下山的必有惊之路 两个村一个断水一个堵路 如果矛盾不快点解决就会影响产业发展 如果党员干部缺乏责任担当 遇到难事就退缩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就无从谈起 经过干部们多渠道疏通 大家伙心里的气慢慢消了 一场持续了几个月的风波被彻底化解 村干部和党员的责任担当意识逐渐被激发出来 刘俊亮又到处寻找年轻的能人回来充实到村基层组织 有经营头脑的顾瑞丽回来当上了骆驼湾村党支部书记 琢磨着怎么发展种植业 县旅游局干部陈国挑起了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 描上了旅游经济 艺术院校毕业的周和伟成为黑牙沟村名誉村主任 搞起了艺术乡村建设 我们从返乡大学生 退伍军人 外出务工的成功人士当中呢 选择了523名优秀的同志 充实到了我们农村两委后备干部队伍当中去 有一百一十多名呢 已经成为了我们农村的集团干部 把农村的党支部建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垃 在党员干部带动下 群众的致富热情也逐渐高涨 大山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020年2月 富平县甩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我们特别注重聚焦贫困村的 这个软弱换散党组织的整顿提升 累计整顿提升了 3万多个贫困村党组织 其中呢我们也调整了 两万三千名代付能力弱 这个不尽职的村党组织书记 为我们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奠定了基础 选优配强领头燕 全国越来越多有担当有经验 年富力强的村支部书记走上了脱贫攻坚一线 在这场伟大战役中 全国各地的精锐力量也在不断向一线持缘 2013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 要求普遍建立住村工作队制度 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住村工作队 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2015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11次会议上明确提出 向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和贫困村党组织 选派第一书记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打这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 对不能胜任的要及时撤换 对弄虚作假的要坚决问责 闻令而动 尽锐出战 一批又一批思想好 作风正能力强的精兵强将 不断奔赴脱贫空间最前线 全面覆盖到12.8万个贫困村 脱贫空间的政策是非常好的 但是政策往往是一个统一的 全国统一的一个政策 各个村千差万别 情况千差万别 我们就要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因为往往最后一公里是最难的 靠谁呢 就是靠他们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向贫困村派出的 第一批300多名第一书记中 有三名厅局级干部 120名处级干部 国家审计署的江海泉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爸爸原来白白的 帅帅的 可是现在晒得黑黑的了 因为他在贵州高原大山里的贫困村扶贫 在我海上幼儿园的时候 他就去了 到现在三年多了还没回来 这是江海泉的女儿写的一篇日记 2016年2月 江海泉从北京来到贵州前都南的贾石村 眼前的一切让这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北方汉子 一筹莫展 进村的盘山路不时会有山体滑坡 村里的小路弥弥难行 经常断电 没有网络 没有洗澡的地方 这是两眼一抹黑 孤身一个人就进来了 沟通交流也是困难 感觉好多这个工作其实都很难做 很难开展 外墙脱落 桌椅门窗破旧 两个旧板凳上放一块木板 就搭起了孩子们休息的地方 冬天也吃不上一口热乎饭 村幼儿园和小学的景象让江海泉很心疼 也让他咬牙留在了贾石村 江海泉一件事一件事做起 修学校修路建房安装路灯 种吊瓜种香菇种火龙果 他这个审计干部 愣是学成了一个农业土专家 由于连续添汗 村里的香菇基地断了水 干成这个样子 这么清了现在 你肯定得找水 你再不找水 咱们颗粒无收了 这个样子 实际安全 慢点 刚来的时候 有的地方走那个田坎 有的时候差点都掉下去 有一次就掉下去了 那就是好像再融合那个谁 他们就把我给拉住了 现在慢慢就习惯了 现在江苏基不怕 江苏基还比我们凶啊 上山下山这些都是 还比我们凶啊 大伙儿齐心协力 从山沟里把水引了过来 香菇大棚里喷洒的水滴滋润了干涸的菌种 也滋润了村民的心 第一书记的任期是两年 当江海泉任期届满时 他舍不下村里还不牢靠的产业 村民也舍不到他们的江书记 村民连续两年发出联名信 一个个饱含信任的红手印 让江海泉在甲石村又坚守了两年 一千多个日夜 甲石村变了 产业发展起来了 幼儿园和小学变了 孩子们有了新食堂 有了过冬的新棉被 而江海泉远在北京的女儿 也已经上小学了 对我姑娘 其实我觉得确实挺大的 挺遗憾的 我来这边的时候 她才刚三岁 现在马上她上二年级了 基本上小孩最好玩的时候 都没陪在她身边了 爸爸已有三个儿童前没陪我了 但是他给我写了封长长的信 看到我都哭了 她说她要让山里的孩子 也过上和我一样幸福的生活就回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累计有三百多万名第一书记和住村工作队员 背起行囊 抛家舍业 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他们每天面对的是老百姓生活中细碎繁琐的大事小情 连通的是脱贫攻坚尾业的最后一公里 他给残疾人累积窝 从柔弱的小姑娘变成了女汉子 他不但让贫困村的产业路子越走越宽 还开网店学电商 白天当扶贫书记 晚上当产品经理 他陪伴在留守儿童身边 却给自己的孩子写了一张又一张请假条 他给孤寡老人递水送饭 却没能在老父亲的病床前尽最后的孝心 他日复一日攀爬在通向云端的天梯和峭壁上 让深山中的他们知道 除了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 大山之外还有更多种获得幸福的可能 我相当等不起也耍不起啊 2020年我必须要脱贫啊 这是我们的目标任务 越来越会干 越来越想干 越来越能干 实干中 党员形象在提升 工作能力在提高 干群关系在改善 脱贫攻坚磨练出的一大批干部 将成为国家治理的洞梁之才 围棋艰难 风险有意 山高路远 风雨兼程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转化为制胜优势 五级书记抓扶贫 全党动员 促功间生发出强大的力量 为了14亿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一往无前 继续奋战 全面建成小康受贿 一个也不能少 共同富于路上 一个也不能掉队 给您拜年 全面建成小康受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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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